阿尔法 大家特别想问一下你 你一年要花多少钱 你知道吧 咋的呀 嘿 以为你要花多少钱你就啃脚 没吃饱啊 啊 贝塔 贝塔 我们今天说贝塔就是吃饭的钱 还没有吃药的钱多 这个呢是遮遮的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阿尔法和贝塔 一年要花多少钱 要说一下你花多少钱 其实阿尔法和贝塔呢每天吃的并不多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阿尔法小的时候 吃饭 使用了这个小的一个不锈钢的碗 然后再长大一些呢 就换了烂食盆 再然后呢就给阿尔法和贝塔 一人买了一只这个碗 而现在呢 阿尔法和贝塔已经有上了这么大的碗 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下阿尔法和贝塔每天都吃的是什么 在饭里面都要加些什么 这个呢是阿尔法和贝塔每天最常吃的 一个呢是打碎的鸡脖 每天是10块钱 一个呢是切碎的鸡叢肉 每天8块钱 里面还有胡萝卜 每天是2块钱左右 也有的时候呢会加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烤红薯 然后它每一顿贝塔会有一勺狗粮 阿尔法是半勺狗粮 狗粮的价钱呢是2块钱的样子 饭里面呢不光有饭 还有给贝塔的各种调料性 这个是撒撒粉 这个撒撒粉呢是贝塔的专用药 这个呢是8块钱一点 就是关节身关节身呢是5块钱一点 按照达论刚才说的这些呢 贝塔和阿尔法每天需要花53块钱 那么一年呢就需要花18868块钱 最近呢不是双十一吗 那这一大堆全都是阿尔法贝塔的 什么狗粮啊 然后零食啊玩具啊 然后呢还有就这儿 这个上面呢全都是阿尔法贝塔的 就是营养方面的东西 钙 暖磷脂还有微粒元素 这些呢加起来大概是1300块钱一年 民似呢一年可能要花1200块钱左右 然后这个呢就是什么益生菌 这些是检测的 这些呢是驱从的 然后阿尔法驱从呢一年是840左右 然后贝塔呢是960 这给你们俩买的啊 大微博 来看一下大家好不好看 你坐下坐下 你看看你们的收拾衣对不对 再看看我的 你们吃的也有 玩的也有 用的也有 啊 变大了 真变大了 哎呀 哎呀 咚咚咚咚咚 好不好看啊 你好不好看 哎呀 你好帅哈 拜拜 咋这么好看呢 啊 是很高兴啊 你这个 你们的收拾衣是完美的啊 都不像我就得到这两本书 小姐说能够让我变得强大 对 幸福的勇气 然后呢 还有就是大师剪辞 得学习 得思想境界提升 咱们不要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对不对 要精神上充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具体一年花多少钱 其实我算不太清楚 大家可以在评论里边和弹幕里边 帮我算一下 究竟一年是花多少钱